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4月7日 这里是著名节目 老师已破防,又名给学生喝一杯科研奶茶节目 我是你们的司马老师 我曾经姓赵,现在复姓司马 名抽象,自焦虑,好,看热闹不嫌事大 同学们,你们曾经因为听不懂老师而焦虑吗? 同学们,你们曾经因为写不出论文而焦虑吗? 同学们,你们曾经因为跑不完实验而焦虑吗? 同学们,你们曾经因为看不懂证明而焦虑吗? 同学们,你们曾经因为读博要放弃而焦虑吗? 同学们,你们曾经因为申请全聚德而焦虑吗? 同学们,你们曾经因为论文233而焦虑吗? 同学们,不管你曾经因为什么而焦虑 请千万记住,不要把RGB打满 请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保证你们看完之后会更焦虑 黄汉生观天水江博约之视频 沿几只困兽长沙往事 亲囊相授,毕生绝学 百步穿扬之剑术 欲助博约成问鼎中原大业 你看了我那个视频了吗? 我看了 你以前读书的时候,你问过老师此类问题吗? 没有吧,我们问老师这讨论科研问题 你为啥没有问过此类问题? 是因为你不敢问还是说? 你让我想一想怎么回答 我感觉我更多像是 我想想怎么回答 好像感觉更多是老板和学生的关系吧 就是那种打工人和被打工人的关系 好像不太敢问这些东西 我刚才去跟另外一个学生聊天 他也是个P&T 我就问他你问老师 我他说他没有 OK,那你觉得如果问你这问题 他会跟学生解答这问题吗? 还把这个学生直接立即开除了? 嗯,就是我感觉是很严肃很认真的一个教授 然后你不是很好意思去问一些Personal的事情 然后你跟他讨论全部都是介于工作 不会讨论除工作以外的任何其他东西 哦,那你有听说过有学生问他这问题吗? 这我就不知道了 嗯,这应该是属于那种 他把他的生活和工作分得很开 所以你其实很难跟他有Personal的Connection 都是,全是工作上的Connection 但是那你也难道不会问 你问他这篇我们写了这么久了 我还写不起的完呀 哦 难道不会问这问题吗? 嗯,这个问题 或者我这个时候写吧,我还能不能毕业呀 我还有些几个时候还能毕业呀 这是这问题 哦,这个回问,这个回问 就是毕业要求 然后这个文章要不要投这个会议啊什么的 对,这个回问 就是我们要赶你个die line 然后我们还需要做什么 那你会跟他说你文章一直畏惧 你没有信心不想做科研了吗? 嗯,也没有搞 没说这些 那我第一篇文章第三年才中 投了第六次还是第七次才中 那是谁给你的勇气? 你还活着 你没有 你没有 你没有觉得你是个傻叉 你没有觉得你不适合做PAD 是哪儿的勇气? 你能告诉我吗? 嗯,其实那个时候也就还好 我感觉还好 我也不知道 就反正文章肯定能中 然后呢,就一直改 一直投 一直改 一直投 我第一篇文章投了六七次呢 就是从 对,投六七次才中 那他说 你一直改 一直投 就能中 你就信吗? 还是说你问他 你会问他 这是真的吗? 你还会继续质疑他,question他吗? 但是每次的score都会变高 就是最 可能第一次投是全部reject 后来变成有week accept了 然后 那如果这个score每次 有时候变低,有时候变高 非常random的 你还会 你还会继续质问他吗? 那我可能就master out了 但其实 我大概明白 其实我不焦虑的很重要原因是因为 我可以随时master out 为啥? 就是我拿master走人就好了 那为啥别人不行呢? 别人也可以,都可以 所有人都可以 那说每个人都可以 为啥有些人会焦虑呢? 那肯定不想拿master out呀 有些人不能接受这个master out这件事情吧 对,有人不能接受 但是我无所谓 我是可以接受master out 哦,而且 所以我 我其实没太有压力 我就是想 做得不开心 我就 因为我很多非常特别好的朋友 我认识 好几个 都是master out 然后 他们生活很开心 所以我就 就还好 让他们打开了另外一篇天地是吧 对,他们在google在mata 然后 对,他们 他们开的车都挺好的 然后 对,他们生活很滋润 所以我就觉得 OK,我要是不开心 我也跑路就好 就我反正我是没有说 一定要把这pd拿下来的 在第二年 那个google 我是在google 那个intern嘛 他要go return offer 然后我当时拿那个return offer 我就问了 是说 就是我是接着读 还是怎么说 之后咋 咋办 然后他就立劝我说不要走 然后所以 那他都这样说了 我也不好意思走 所以其实前有一段时间 我是挺想跑路的 就跟我的那小伙伴们 大概有个三四个人一起走 然后 对,然后但是说就是别走 然后就说 觉得我还有救 那我就接着读 那你如果说没救了 你最后因为伤不好的原因 没拿pd 你会hate他吗 因为他当时劝你留下来吗 你觉得 也不会吧 我自己做dc 而且我其实跟他说完这个情况之后 我第三年上一期那文章就中了 所以其实如果那次再不中 可能我就真的就溜了 所以我是第二年暑假结束拿的return offer 然后我是 然后就开始第三年了 然后我的第三年的应该是 二月初的结果 就多等了一个学期 然后中了 然后所以 在11月可能就出结果 我投的是iClear那当时 然后11月初结果 然后中了 那就接着读了 如果那课再不中 我可能就找第三年的那个 复态 而且我前两年其实没太 我感觉我花在research的经历 可能只有百分之三四十 我感觉很多时间在上课 然后在实习 然后在找实习 然后再读文章 就是真正在做一些东西 可能就很少 更多的时候还是在读文章吧 还有在找工作 你读pd的时候 有人问过你哲学问题 有低限学生问过你这样哲学问题 还是说你是一个 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的人 没有人会问你这种问题 你都不配回答这种问题 我就是低年级 我一二年级 我就是低年级 所以你从头到尾都不配回答 那有人梦过你这种问题 后来可能 我第四年就已经不在学校了 我第四年就在西雅图了 那别人也可以微信问你 别人也可以远程问你 好像也没太有人问我 我感觉我们学校是这样的 master out的比率很高 大概有个百分之六七十七八十这样 如果有人问你这类问题 你觉得你知道怎么回答吗 或者说你觉得能回答一个比较好答案吗 你说什么问题 就是说要不要坚持读下去还是什么 就是all kind of 哲学问题 OK 我毕业之后能去哪 我配备能不能中 我这个文 我看我的文章 我还要不要接着看 这个文章证明我写错了 我不会改怎么办 这个实验跑步上有bug 怎么办 我还要不要接着弄 all kind of 哲学问题 OK 所有问我这个问题 我首先他第一是 他一定是在这读master的 就是然后我的建议都是 你读的不开心 就quit 就转过 那这个人quit了之后 他过得依然不开心 他会不会hate你呢 你有没有担心 你有没有想过 他有没有可能有一天跟你极限 没有吧 我感觉master out的人都挺开心的 OK 所以你相信 狮子是会不会咬你的对吧 我反正我遇到人都挺nest的 还没有遇到非常 那有没有可能 他们有一天就RGB拉满了呢 你从来没有担心过这件事情是吗 没太有 也而且一般我给的建议都很wake OK 就是我的argument都非常wake 就是说都都行都行 然后可能这个可能稍微好一点 但我觉得拿到在美国 反正master out是一个保底 所以就人生不会太糟糕 所以大家就也还好 但最近不是说找工作变难了 这两年我就不知道了 嗯我听那个Bnard那个学生工 我说找工作最近变得很难了 有一个学生工 对但是我那个就是两年前他们master out的人 找工作都特别好 然后所以大家都很开心 对他们如果如果有人天天问你这种哲学问题 你觉得他是在给你传递焦虑呢 还是在让你的生活更开心呢 嗯我还没有遇到这种人 所以OK 你目前在月里还不足以回答这个我这个问题是吧 对对对 我还没有遇到人 OK 呃有有有问过 有有讨论有有就是有一些可能稍微senior的 讨论过这些问题 嗯我的意思是如果有没有就是如果你有没有想过一种情况就是每天都有人问你这种问题 每天都有五六个人问你这种问题 你是否生活还能继续自理你觉得 嗯我现在想象不了 嗯他们是他们是本科生是吗 嗯那那你能问你你你看到我视频的心态是什么 你看到之后的反应是什么感受是什么 我的感受嗯其实看到和不看到都都还行看到的话就是多了解信息 但是有时候可能看完也反而反而焦虑了 嗯你看什么6篇newrips中不了我觉得哦操是不是自己也完蛋了 嗯 哎我本和我本和也挺焦虑的第三年就是大三暑假的时候那时候也挺焦虑的嗯但也没办法吧 那你呢拿到offer嗯你说拿到offer拿到offer之后就是拿到phd offer之后 而且我当我了解到我们学校master out是是一个非常easy的事情之后感觉就还行 人生就没有那么hard了 那你觉得这些焦虑的人他会随着时间而改变吧还是说当一个人进入大学的时候他的性格已经固定了 他不管他如果也焦虑没有人能挽救他没有人能帮他把这个性格correct 哦我觉得这种事情可能经历个一两次就好了就是就是有有时候有些东西是一次从来没有经历过他就焦虑 但是当他常试过申请失败再来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可能心态就会好很多 哦 I see I see 对我感觉有些人是很多人是可能是从来没有经历过失败 然后所有东西都心想事成我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人然后他们就会特别就特别在意 但是后来发现这个世界呃自己能控制的其实挺少的时候你就是 哦 I see 就是他们需要时间慢慢跟这个世界和解跟自己和解 对对对他要需要呃他需要知道自己能控制的东西很少能呃就是能欣然接受这一点其实还是需要时间 因为其实你从在高考之前这个东西其实没有那么明显就是你感觉你能掌握自己的人生你学习成绩变好 然后呃能考一好大学特别高考这样 对但是后面你才可能渐渐发现你自己能控制的东西还挺少的 唉 所以 就是有感觉还是经历的事情不够多吧 经历够多了他自己又慢慢释然 唉 你觉得那个第二第二个视频那个那个学生回答的好吗 俊子的是吗 嗯 嗯 挺好的 我觉得静态很好啊 就是那种老油条的心态 对啊 就一看就是经历过社会独大 然后已经经历过这个申请记的磨练 就是他经历过这些 他他就他就很释然了 没经历过他肯定有就是就是 哦哎 所以我现在就是有学生有问题 我就叫他去把他学生给我解决了 嗯 那那你觉得我我现在想到一半 还是这样的你知道吗 就是我我因为我因为我之前跟学生做科研 我意识到你不能不让学生问哲学问题 嗯 你如果不让他问他指挥的他他总有一天 他那个他那个承受的那个 他那个堂皇会爆掉啊 对这个这个是一定的 所以所以你一定给他时间 他认问哲学问题 我之前跟学生的约法三章是 每次咱们文章 每次文章咱们写完了 投了传而开过了或者中了 咱们都可以讨论一次哲学问题 无限长 或者你这三个月没有写出来文章 咱们也可以讨论一次哲学问题 嗯 我我之前是跟学生这么说 而我每次跟他们说你们讨论哲学问题 你要把这个哲学问题写好写下来 这个学生呢 我可能跟他没说过最近这个事 然后我学生基本上如果真的讨论 我就用清楚来挪约 这个学生就是那天就恰好在 跟我讲完slide之后 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接着问 他一开始先问了一个 为什么是NP不能NP 分散了我的注意力 后来开始对我不再进行 D-dolls of tech你知道吗 等到问到到处第三个问题之后 我就意识到了这个对话 你不能再进行下去 我就跟他说 你要不晓别老师做科研 他在问问题之后 我还这么说 他就意识到他不应该再问了 我现在昨晚是打算 让他们每次把这个哲学问题写下来 然后做一个slide 然后然后我看 我就把这个问题看一遍 然后可以问 说让网友帮我们回答一下 或者你就把 就是很多问题其实都是重复的 你可以给的视频看一下 我觉得其实Bub问题 每一年都是一样的 对我现在可能需要 collect一个question 学生哪些问题 学生我老师可以让老师破防 整理了一百个这样的问题 然后把答案再贴在下面 这他们以后再也不用来问我了 对 那还有一个问题是 报尔现在越来越高了 这可能也是一个问题 报尔变高 可能也本身就有点问题 那没案子多了 这肯定是报尔变高了 六篇那个其实都可以找faculty了 如果在几年前 两三年前可能都可以找faculty了 对啊 他就直接全聚得了 我操这个太屌了 他拿到他甚至拿到一些面试 他拿到Stanford面试 然后也寄了 他是 他是只升top4吗 还是 他升了 5和6也升了一些吧 我猜 但主要是top4 我猜应该是这样 OK 他没升保底是吗 没有升保底 他明年再来一次 那个学生我跟他聊天了 我能感觉是那个学生很聪明 那个学生文章应该都是他自己写的 嗯 他应该知道没有人能干啥 那篇文章应该都是他自己的idea 他自己写的 嗯 他就是可能对对这个申请 有过于过高的自信了 所以没有升保底 嗯 OK 哎 心态我觉得 呃心态 安对再说个题的话 我还有一个可能心态比较好是 呃 我找了我女朋友之后心态突然变好啊 今天也挺焦虑 我俩生活上就是 OKOKOK 所以现在来找我做科研学生 我就问他们 你没有你有没有女朋友 暖没有女朋友 不要来找做科研 对 其实可以吧 也嗯 也也 但是他有trade off 我就经历在这个这个关系城 但是你的心心态会好很多很多 因为你对 就是反正我现在想大不了就对吧 就随便找个工作 两个人就走下去就完了 也无所谓 就对那个世俗意义上的成功 就没有那么执着了 单身的时候可能更在意那个东西了 现在的话可能就就成功不成功都行 家庭幸福就行 如果没有家庭 没有这个这个概念的话 可能就就all in这个世俗的成功了 嗯 我觉得我那天还是非常刻铸的 我至少我至少没有没有开始反骂他 你知道吗 我我现在的脾气非常好 我只是说你给换个老师 如果如果像我以前的话 我会连句话 让他想跟我说话 你知道吗 嗯 莫哈拉你彻底怀疑人生 怀疑这个世界 他这个词可能不太好 但是我觉得还是比较贴切 就他可能有点急功近利 然后对我感觉也是吧 嗯 但但他的压力也太大了 所以他自己给自己压力太大了 所以他也没办法 嗯 他可能 我或者这样说吧 他可能不能接受自己申请失败这个事实 所以他就疯狂的给自己压力 哦 我那会读书的时候很难就是说 你申请没有学上 就现在感觉就就很容易没有学上 这是一件很难 这是一件非常发力的事情 其实他他也可以没有 他也可以他可以 他可以肯定可以升到学校 对啊 我也觉得他就所以我就问他 我说你你你你care不care 前100学校对吧 他又想去好学校 那 对 就是你你找你找50到100的肯定是你拳头一遍肯定能中 嗯 然后你只要有一篇publication 你50到100头肯定肯定有地方要你 那他他如果只想去比如前10呢 那那那就 OK 嗯 行吧 我觉得你你这个回答挺好的 我又可以随几期节目了 可以 有一个学生说我这个不应该叫老师以破防系列 应该叫科学喝奶茶系列 大家喝一杯奶茶就不交出来 嗯 你觉得这个名字怎么样 还是你有更好的名字 嗯 这样那个 我想想 奶茶挺好的 最后 黄老将军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天水江博约能够继承五香猴一致 最后的最后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自己曾经焦虑的往事 毕竟人不焦虑往少年 今天的节目就到此处